我們現在拜託很多的夜市的房東 是不是不要再漲店租跟房租 否則夜市的攤商都快撐不下去了 最新的消息是 基隆的廟口夜市 大家都去過 在那邊還有什麼家餅熟 都在那附近 還有山明治都很有名 可是你知道嗎 曾經它的月租從一個月17萬元 飆到30萬元 還有甚至很多的老店 它晚上都有繼續租人 一個月晚上三更半夜做生意 都要25000塊 結果現在因為抵不過這個 等於它一個攤商可以租兩輪 對 白天跟晚上 這樣子那個房東 店這個地主 這樣子整個這樣的 它的整個口袋 麥可麥可 租金收一大堆 可是你知道這些店家 攤商都快撐不下去 尤其是有一些老店 開始一些鼎浪 還有一些卸業 現在基隆廟口夜市 爆發了這個導電潮 因為它的這個租金行情的變化 導致它那個租金 居高不下也壓不下來 那些房東 那些地主 它沒差 它就是我也沒差 不缺錢啊 我就放在那邊 有人要租就租出去 沒有人要租我也不租 我的店租我就是不會往下降 你想想看 這樣的一個攤位跟店面 人家怎麼算 所以你看它越租從 在基隆廟口這邊 它越租從一個月17萬 標高到30萬 快一倍了嘛 對不對 所以很多老店也開始頂浪了 所以要再去廟 基隆廟口吃到一些有名的美食小吃 可能不吃上錢 最近要把握時間 對啊 那其實還有一個夜市 讓中部地區 尤其是南投人 相信很惡玩 那就是南投草屯的草鞋墩 人文觀光夜市 這個夜市呢 過去曾經是小潘潘 他的老公江青良 他所一走整個 整個弄起來了 本來曾經啊 陷入困難 他們勉強去經營下去 在這個年底的時候呢 就結束 今年你傳出來要結束 12月31號要歇業了 等於草鞋墩夜市 已經15年了 年底要結束 200個攤商受到影響 所以十幾年啊 這200個攤商 生計真的是受到衝擊 那其實還有一個北部啊 算是說北台灣 最大的一個觀光夜市 輔大觀光花園夜市啊 他曾經在這個 新北大道六段 開在那邊 7年前風風光光開幕啊 為什麼說 他是北台灣最大 單日的萊克亮 可以說曾經創下 2萬多人的 這樣一個 去觀光的夜市消費啊 300個攤位耶 對 300多個攤位啊 可是呢 後來因為 25000多坪的這個地方 後來傳出來 也是慢慢的店面 一直萎縮萎縮 到一度剩下三四十攤 可是呢 結果經營 曾經風風光光了 大概經營不下去 在今年年初也是熄燈了 剩下30多攤 也撐不下去 去年還砸了2000多萬 在上面蓋那個遮雨棚啊 雨遮 想說你下雨天 大家不想 你拿雨傘去啊 不用 到這個就不用雨傘 觀光夜市也可以 後來據說啊 因為在那邊 就是吃的太多 你能夠玩的 買的 用的 其他類型的 太少 而且交通不方便 沒有什麼大眾運輸 那車位又難停 然後再加上 東西太單一化 不過多元 所以後來 他就撐不下去了 剛剛講了很多夜市 大家去逛夜市CR7的時候 最印象深刻 除了吃東西 吃小吃美食 還有一個美食 大家會注意到 就是夜市牛排 對 夜市牛排 怎麼會太激動啊 蕙蕙妳知不知道 如果問妳說 妳喜歡吃哪一種類型呢 圓的還是扁的 還是通心那種血管麵 一聽就出 一聽就出 我哪裡來的就對了 對 為什麼這樣講 圓的呢 就是泡泡 北部的就是像油麵 那種圓管的 粗粗的一條一條 對不對 那中部地區呢 就是那一種 它是血管 通心麵 通心麵血管的 那南部地區 他喜歡吃什麼 扁扁的 像那個陽春麵那種 扁扁的那種粗的這個麵條 所以北部中部南部 各有不同的特色 而且北部除了用圓麵之外 它的口感 據說比較Q彈Q彈 而且它的這個口味 據說北部的 這個鐵板的牛排 醬汁也偏酸 那中部呢 它可以吸很多的這個湯汁 因為這個麵的關係 南部人呢 喜歡吃那種甜的這個醬汁 所以呢 人家在講說 像這樣的一個鐵板牛排 據說 很多夜市在擺攤賣這個 一個月也要破100萬元以上 這個業績啊 所以很多人愛吃 但是各有形態不同啊